这篇算是给我之前在航展开幕前首度公开,推历使辆版肩负10B可原地360度旋转,背后还有重大意义小文的一个小节,也可见我之前的研判没出现重大偏颇,为中国航空工业的迅猛发展而感到骄傲。 肩负20的弹仓确实惊艳,11月11日,为期六天的中国航展结束了,翘好这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69岁的生日,尽管在本季航展上,中国空军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展现了自己大国空军的气概和风范,尤其是肩负20和肩负17VC验证机的表现尤为惊艳,肩负10B的超机动让一小撮人不舒服, 抛开已经被连篇累读解读的肩负24机编队和开着弹仓掠过头顶的震撼,此次展会其实最令人关注还是要主肩负10B推力矢量验证机的惊鸿一瞥,在当年晚上很多人几乎彻夜未眠,激动心情易于言表,很难用文字去来描述,这一场经验表演秀之后,给广大军事爱好者带来的震撼,但只不过还也没到24小时, 甚至喜悦之情还没持续到12小时,网络上就有大量的负面声浪涌来,除了国内很多朋友把以前的F18、F35甚至F22进行相关超机动展示的画面做成动态图,展示出来,以此来证明证明, 此次完成的机动动作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甚至还是别人20-30年前完胜的,还有来自于东南偏域的某些媒体,也开始大发苦水,说肩10B所采用的矢量推进技术是落后技术,无论是轴天转推进还是喷口转向等等技术,都已经是落后于时代,又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 大家还可以搜到很多类似的标题肩负10B珠海航展被指,花拳袖腿,落后每隔20年,说的好像真的煞有其事一般,一台发动机背后折射百态,如此高调反转的背后,其实只是透露出一个问题, 这些人确实就是看不得中国取得一丝一毫的进步,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从两弹一星时代就是如此,那我们就可以等着看看等到未来肩负20换装推力矢量发动机之后,是不是还能再让他们统统把嘴给闭上? 其实这些人讨论的所有论据和论点,都是来自于网上拍摄的各种视频,那我们现在就完全可以把这些事情抛于脑后,因为这些视频和图像不具有任何实际参考价值。 这些视频所展示的只是在航展上,该国所想对公众展示出来的极限飞行性能,而并不是该机实际表现的作战性能,因此,我们不需要过度在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此时在航展上展示的机型基本不可能是满油,甚至可能只有三分之一油量,这就造成了机体本身轻盈不少。 另外在飞控软件设计上,有可能施加限制条件,也有的是放开限制条件,还有的是对机体本身进行了大量的性能和气动布局的优化,造成单机性能十分卓越。 这一点其实是公开的秘密,很多国家的参展机型都进行过启动优化,这一点我国前试飞员就曾公开表示过。 所以,看航展,看着就是一个爽字。 而不是为了用长枪短套来收集什么的参数性能,毕竟参数这个东西是十分严谨的,我们只能通过视频做一个简单的参考,并且这种参考的价值并不大。 还需要考虑拍摄者的角度、设备等等外界条件,肩负时背后的工程们,不能忘记,建议大家抛开现在很多人给你灌输的滚转率、角速度、仰角、推力、转弯半径、回转时间等等高深莫测参数。 这些参数在此次航展上并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我们只说一个讲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位曾经就职航空工业三十余载的一位前辈所述,他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到中国的某飞机制造厂实习的时候,是飞员拍着当时的运7至100运输机对他说,这是我飞过的最好的博产飞机,但是其类是仍然是由香港人来进行设计, 这是我飞过最好的博产飞机,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当时距离世界顶尖航空水平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那个时候我们甚至连制造一架能够取得国际民航资格证的客机都很难,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中国航空工业,能在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已实属不易。 上文提到的运7至100跟肩负7是一个时代,有人会说这个故事跟肩10B的超激动有什么样的关联。 其实,背后折射出了,肩负10B之所能够对外展示的超特技表演,正是基于中国航空工业在近十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而这些辉煌成就也正是由我们近30年不断努力和追赶。 肩负10B所做出的动作意义是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战斗机,安装自主研发的飞控系统,和自主制造的发动机,自主制造的矢量喷口技术。 最终在中国天空上由中国自己的试飞员自主完成了超激动展示,这就是这次肩10B所对外展示的真正震撼。 肩负10最重要的就是自主,很多人都在强调自主,而可究竟有哪些自主,除了上面所列的项目外, 背后还有中国自主设计相关的数控机床、材料技术、生产流程和工艺等等,都是由中国人的自主完成。 这些技术成熟应用的背后,也就意味着中国在航空工业上已经具备了追赶世界超一流水平的能力。 请注意全世界超一流水平只有一个,这个目标大家心知肚明。 这也是为什么当兼副10B出航空出世,在珠海航展上做出经验表现之后,全世界会如此大土酸水的重要原因。 因为追赶超一流水平的机会只有一次,如果没有追赶上,那么将会是终身遗憾。 而曾经有很多国家都想在某些领域努力过,但他们都失败了。 现在唯一只有发起这项挑战能力的,也就只有中国。 雅克141原型机,说起垂直起降战斗机,可能要适合F-35B名声在外。 但是其实,苏联亚科夫列夫设计局早在1987年,就研制出了能垂直起降的雅克141,首架雅克141原型机于1987年是非。 然而由于资金有限和苏联解体,整个研制计划于1995年中止,雅克141也仅生产了四架原型机。 然而其超前的设计思想还是对后来的机型如F-35B产生了很大影响。 普京打算在下一个武器装备发展计划中,建造一种类似雅克141的新型垂直短距起降舰载战斗机。 近日俄罗斯军方高调宣布,将同中国一起复活雅克-141战斗机,雅克141垂直起降战斗机。 目前世界上能够自主研发垂直起降战斗机的国家寥寥可述,足见这项技术的难度相当大。 这意味着俄罗斯主动上门给中国送来一份大礼。 雅克141垂直起降战斗机。垂直起降战斗机发展至今,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苏联在1970年代发展的雅克-141垂直起降战斗机具有和常规起降战斗机接近的性能。 只是由于苏联解体,这个计划未能继续下去,而F-35B的技术方案与雅克-141有较多相似之处。 F-35B的诞生,可以视为垂直起降战斗机化时代的进步。 说明垂直起降战斗机有望进入作战飞机的主流行列,而随着发动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例如推比15发动机的出现,垂直起降战斗机有望在性能上完全达到常规起降战斗机的水平,甚至有可能出现垂直起降的运输机。 这些飞机将使空地一体化作战达到全新的高度,雅克-141垂直起降战斗机。 目前中国成功服役的肩负-20这款第五代战斗机,但是在垂直起降战斗机方面中国却迟迟没有任何进展。 足见中国在这一领域里的技术差距则是显而易见的。 F-35B准备从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上起飞。 对中国来讲,要研发两栖攻击舰,拥有垂直起降战斗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目前只有美国成功在两栖攻击舰上面装备了垂直起降战斗机。 从AV-8B战斗机到现在的F-35B战斗机,美国在两栖攻击舰上充分体现了立体式登陆作战的理念。 这也足见垂直起降战斗机的巨大作用。 中国垂直起降战斗机 想象图,一旦中国参与到了复活亚克副141战斗机的项目中,势必会掌握很多关键技术。 未来中国成功生产出自己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后,必然会装备在两栖攻击舰上服役。 对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是相当巨大的帮助。相信凭借中国的军工实力,一定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梦想。 到那时美国在两栖作战领域就遇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国际盟友关系建立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为了共同利益,还有一种为拥有共同的敌人。 我国与俄罗斯之间,属于两种并存的情况,对中俄不断在各领域展开合作。美国方面表示十分的担忧,美国当然不希望中俄进行合作。 如果中俄真的在之后的合作中,在垂直起降战斗机领域取得成就,美国将再失去一个可以与